嗨,大家晚安 在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一如惯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只股票的价格走势 这一只股票叫做金虹 金虹是做LED驱动IC的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的是说 金虹这只股票如果以我个人的技术分析 我用切线的方式 我们现在指挥棒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它是走一个上升趋势线 然后延伸出在203.5这个位置上 然后形成了一条上轨 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上升通道 那这个上升通道第一次的满足 来到258.00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有回挡 回挡之后下方支撑是有撑住 那下方支撑的位置就是 第一次上来的高点 就是203.5这个位置 撑住之后这一次再往上做攻击的时候 最高来到了28.5 285.00这个位置 那各位要去注意看 下方是有带亮的 下方是有带亮的 不过今天很可惜的是功亏以愧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突破 它并没有在这个位置 并没有在这个位置是往上做突破 往上去做往上去做突破 形成一个怎么样 形成一个价量其扬 突破这个通道上轨 然后再形成了一段怎么样 新的往上成长的趋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反而你看到的是一根黑棒直接打回 然后这边就反而形成了怎么样 下方这个是有带成交量的 那短线上就表示说 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讲 今天的卖压就出现了 今天的卖压就出现 那所以说我们如何来看待近期在LED驱动IC部分相关的个股 是只有一只两只股票可能是有这种所谓的涨多拉回的问题 还是说这个时间点LED驱动IC相关的个股可能就短线上是不是应该要避开还是如何 这个待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就待会我还会再重新提到这只股票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从从头开始 我们今天我们就从头开始 好各位我们看回来 我们看回来 今天大盘涨吧 今天大盘涨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是上涨的吧 那确实今天大盘是上涨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涨多少呢 涨了这个大盘 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盘涨了多少点 稍等我一下 涨了116点34点对吧 成家量3816亿 那突破紧线没有呢 好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先把我先把右半边这个部分稍微往里收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图形就可以看得比较大 好来各位去注意看 这个是双底吗 对不对 那双底的颈线位置 这个我我白天下午两点钟的节目 我已经有说过了 这个是下方的双底对吧 然后双底颈线的位置是在这里吗 17633 那17633的位置 我在我在我在昨天晚上的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我是不是有特别去提到 今天一定就是往上做突破 果不其然 今天就往上做突破 那今天收盘收在哪里 今天收盘收在17634点47 那盘中一度怎么样 最高的时候是 是有超过的吧 对吧 那今天重点是说他收在17633之上 好那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来讲主要还是成交量 那这个地方成交量没有放出来 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 只要他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成交动能 我觉得应该也就够了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位置上未来的几天 他应该会再撤景线这个位置 那景线最终只要站稳之后 后面再往上 他就是要去挑战多少前高 前高18034的位置 好这个就是大盘 那解大盘有什么用 我常常在跟市场上的投资人讲 大盘解的好代表什么呢 大盘解的好代表你个股操作的好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大盘你解的好 是不是代表说 你对应的这种实际上对应的这个 可以拿来做交易的标的 比如说选择权 比如说台子期一定能够做的好呢 也不一定 但是最起码如果说你大盘解的好 真正是看多 或者是说真正是来到上方 可能遇到压力的时候 最起码空方来的时候 你也知道应该要避开嘛 那当然最好的是怎么样 你大盘解的好 然后你对应的标的 所以不管是选择前或或者是台子期 你多也能做空也能做 而且你分析到位你就执行到位 那那个就是perfect100分 100分 100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之前11月2号我就在讲 我说这个切线绝对不会是压力 我一直想讲过很多次 那这个位置上曾经出现1234 对吧 4天之后然后怎么样 往上去做拉升 那这个会不会上去之后 我说仅限这个位置上后续就不会是问题吗 那这里就就会怎么样 几天之后一定会突破吧 果不然他就是突破了 那表示怎么样 我们分析到位 那我刚刚说了分析到位 更重要一点是什么 相对应的标的 你有没有办法执行到位 我跟各位讲 你去注意看这边 我基本上我 我不太喜欢是说 一我没有提前跟你讲 二我既然提前跟你讲 我也一定是执行到位 三如果上述这两点我做不到的话 基本上我宁可嘴巴闭起来 我什么都不要讲 对啊 你明明就没有做到 你大言不惨 讲的脸不红气不喘 然后连耳朵都不会红 其实这个我也是佩服人家 我说实在我真的佩服人家 那当然这样子 我这样的做法并不表示说 我比人家厉害 我只是说我比人家实在 那我就是 我就是分析到位 执行到位 然后我直接秀出来 给市场上投资人看 那我要凸显的是什么 我的技术能力好不好 第二个 我的实物交易经验够不够 第三个 如果你参加我会员 你是不是能够 因为参加我的会员 然后你能够赚到钱 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我说实在其他都不重要 那投市场上投资人如何判断呢 我市场投资人如果要判断 当然就很简单了 我听你观其言 听其言观其行嘛 对吧 对啊 就听你讲什么 看你做什么 你是不是真的说的很好 然后你做的又能够怎么样 叫好又叫做 那就是我说的嘛 就是几八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啊 你自己去看啊 这边有时间 有日期 那我是怎么做的 我是怎么做的 在这个位置上 不是这一次对我才拿出来讲 其实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我都是如此 一直以来我都是如此 只不过说以前 我真的是比较 不去想营销的问题 我总认为说 我总认为说 市场上的投资人自己会分辨 但是后来我发现并不是 看热闹的是多数 而且看热闹的 往往有的时候 这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那我觉得说 真正最重要 就是看热闹的 这个族群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要 应该才是我 真正是要特别照顾的一群 因为为什么 他们往往都 都因为那个冲动 然后怎么样 做了错误的决定 那所以说 我认为说这个部分 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应该要真的是 不是说我要刻意去凸显迹效 真的没有 但是这个就很实在 而且我是事先讲 然后价格到位 我执行给你看 那我是不是能够分析到位 执行到位 然后呢 真正就是能够产生这样的收益 我在上周我说什么 对吧 然后我接着来 我在礼拜 礼拜天的时候也就昨天我说什么 我们就都不用讲别的 你就讲说最近的这一通就好 台子之一多单 这次呢 我们就不在17630附近出了 那就这样怎么样 防守移到17521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持仓 等着怎么样 就是周三的时候做 做这个大结算 就很清楚了嘛 那你就很知道说 我们的多单是什么时候做上来的 那一路以来 我们除了短线上的 当天的那种 所谓的当中的小小区间 在那个分线上面的 那个小波动的转折我们来做之外 那当然如果说有这种波段行情的时候 我们也是帮会员怎么样去操作这种波段吗 并不是很难做 其实真的做得到 真的做到我这边分析到位 我怎么可能会交易不到位 对吧 除非你言不由衷嘛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 好我们看回来 我们看回来 这个是 这个是13号 13号 我们我们在讲的吧 那13号的动势动动 这个就是什么 13号的等于是周六的 这个早上了吧 那我当时我就在 我画了这张图 然后这张图就要做什么用 这张图其实基本上 就是要用在今天早盘 就是要用在今天早盘 那在今天早盘的时候 我就说得很清楚 我说多工关键位17562 那17562哪里 这个位置 那17562只要站稳 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定往上去突破17612 就是怎么样 直接再过17638 那这个就是往上走甚至更高 那当然下方如果说真的 真的是不幸跌破的时候 应该会是关键 关键支撑会是在哪里 我这边也是 标明的很清楚 那重点是 重点是各位 他是不是上去吗 最高今天最高来到哪里 今天最高来到17707 17707 好 那这张就是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夜盘 今天晚上多空 这个夜盘的多空关键位 是17665 那17665哪个位置 这个位置 好 17665是这个位置 今天只要能够站稳17665 往上突破17007 那么他就会往这个黄色的通道的上轨去发展 甚至他还可以走更高 当然这个会不会这么走 说实在话 我们只是画出来 他有这样的空间 可是事实上他真的能不能够走得到 说实在话 这个是市场机制的问题 不是你说我说谁说 就一定能够变成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做分析的人 我们在划线的人 我们只是把他可能在这段期间的这个价格走势的结构当中 他的那个上方的空间下方的空间 我们怎么帮他先理出来 理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从中间找一个关键位 这个关键位就代表当时他突破或者是跌破或者是站上或者是没站上 往上发展的空间和往上和往下发展的空间 他就是在这个通道当中如何去变化 这个就是结构 结构在一段特定期间内 这个价格走势通道当中的这个结构上上下下 然后你如何去掌握这个短线上的这个这个高低转折点 好 这个就是今天夜盘了 这个就是今天夜盘了 那基本上我多单是继续持有 我一直到周三大结算 然后我们就开始转台子12 那后面的走势到底如何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我们再来观察 然后再来看短线上应该要什么去做 基本上多空都有机会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就是多方的机会 这样好吧分析到位 执行到位然后收益到位 这个是最实际的 这个是最实际好 我们讲完之后这张图 刚刚大家就看过了 那如果说你是对台子7操作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或是你想要再多了解 老师的技术分析也好 或者是说用我们的技术分析来做交易 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收益很简单 欢迎你扫这个TG群 你加入TG群之后 每天早上七点半以前 晚上七点半以前 我们一定都会给你一个早盘和夜盘 台子7的这个走势推敲图 然后让你能够掌握当下的盘式的变化 这是第一点 那在这当中 你如果说对我们的技术分析有兴趣 或者是说你对我们的技术分析 有什么可以指导的地方 那就欢迎你在这个LINE的当中 就扫这个QR Code 然后跟我直接做交流 这样好吗 好 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回过头来 我想今天应该也就不用多讲了吧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从11月初以来 从11月初以来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我介绍的光照 我介绍的亚光 我介绍的联发科 我介绍的瑞郁 我介绍的华逊 是不是都涨了 都涨了吗 都涨了吗 那你说我的技术分析好不好用 好用吗 那是不是 是不是我 我介绍的100支股票 只涨了这几支股票 然后我拿这几支股票出来讲 其实并不是 我一天只介绍一支股票 事实上应该是说 这几天我也只介绍了这几支股票 而这几支股票 真的他就是涨了 而且这当中根本没有耽误什么时间 技术分析和实物交易 最困难的一点就是那个实际点 趋势发动的那个timing的掌握 我们就在做这个吧 我们带会员买进的持股 我们没有让会员等个十天半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没有吗 你看我们的同业 七月初开始跟各位讲航运 讲钢铁讲面板 然后呢 不但不涨还怎么样 越每况愈下往下跌 对吧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前铺后继一波又一波的进来 告诉你说要涨了 要涨了 一定要来找我 结果后来呢 通通没有涨 通通都没有涨啊 最近呢航空是不是又上来了 航空我什么时间在讲 后面我就说随便人家去抢了吗 对吧 这两天航空没有动 大家就又都不抢了吗 市场就是这样 其实很正常 那我想我们 我们在做投顾的分析师 我们要如何跟市场上我们的同业去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正面的区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除了我的技术分析有能力告诉你当下有什么股票能涨之外 我也要有能力用同样的一套技术分析方式 然后告诉你这个时间有什么股票可能你应该要注意 你应该要避开 你应该要停看 停 这样OK吧 OK嘛 那涨的股票我真的我就不想再说 照道理 我今天应该就是轰击笑 看到没有我的股票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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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比我神 有谁比我厉害 但是那个不是我啊 那个真的不是我 如果要我真的跟人家比我也不会输人家 我说实在 而且我是确确实实有吗 因为 因为我都是事前预告 然后事后验证吗 有1就有2 有2就有3 有3还有4 不但有4还有5 甚至6 7 8 党党叫做 党党叫做 这个时间所有的股票都涨吗 不是哦 不是哦 有很多股票 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了 短线上应该要避开哦 举例 今天就有投资朋友问我啊 老师你怎么看元泰这支股票 那你看元泰的同时你怎么看金鸿 会问这种问题的人 其实基本上他应该是有sense 好他应该是有sense的哦 我们先来看一下元泰 元泰是做什么电子纸的吗 对吧 基本上来讲他主要就是做什么应用的 他就是做面板相关可饶式 然后可有弧度所有相关这种 显示屏幕相关的这方面的一些运用吗 哦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元泰这支股票哦 大家去注意看哦 48.2这个价位是在什么时间2021年的2月 2021年的2月到现在是2021年的11月 表示说这当中他走了8个多月9个月的时间 所以说这条红色的上升趋势线 它是一条长期的上升趋势线 OK没有问题哦 那么这条长期的上升趋势线 它对应上方的高点是94.3这个点嘛 所以说这个长期的上升通道 你可以把它画出来 这个长期的上升通道 你从一条趋势线对应上方的这个94.3的高点之后 你立刻可以画出一个长期的上升通道 而这个长期的上升通道 第一次上方的高点94.3 第二次是哪里99.8 99.8 刚好打在这个位置 刚好打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说过了 这个位置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今天如果说元泰的股价 这个产业的趋势在这个时间点 它还有往上爆发成长的空间 照道理讲这个股价它应该要在这个位置上 它是要去做一个怎么样 价量起扬的往上突破 然后下方的量能要冲出来 重点是什么 有量是一定必须要有 重点是价格它必须要怎么样 突破这个通道 然后呢形成另外一个往上再发展的空间嘛 这个就像这边就像这边就像这边 这个高点就像这个高点 这个位置上看见了吗 它是不是价量起扬 有没有突破之后才能再涨这一段吧 这个位置上一样也是这个意思 懂我讲的吧 那当然了这个地方就会出现两就是两极化的变化 就极端 你如果能够突破 那就是新的趋势的重新再发展 如果不能突破这个量 它就会变成是什么 短线上的卖压 就是短线上的套牢量 好 所以你看到的这一根长黑 后面它的价格开始往下跌 有没有 在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有没有跌破94.3 这一个高点 跌破了 这里是跌破的 各位要看清楚 这边是跌破的 这里是跌破下来的 然后反弹有没有站上 反弹有没有站上 94.3 没站上 所以这个位置上大家要注意 所以我觉得说投资人会问我 这支股票应该它就是有sense 它知道说这个位置上 明天这一两天 它必须要往上做突破 往上做突破才有机会 再来挑战高点 如果没有往上做突破 那对不起 他可能没有机会再往上挑战高点 甚至他可能会往下做什么跌破 然后会来这个位置 然后会来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 我想投资人会问我 主要就是问这个 那当然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 产业的趋势 那现在对于来讲 也就是说在相关的报价的部分 可能第四季 可能报价真的 没有所谓的就是 就是往上再成长的空间 对吧 那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来讲 今年其实只要电子 电子股的部分 不用说光是说电子 你应该说各行各业 只要上市柜公司 我相信今年的财报应该其实都不差 重点就是说第三季的财报到第四季的财报的时候 这个营业额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再往上正成长 那这当中就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第四季的报价无法再持续往上去推高的时候 或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所谓的供给和需求的部分开始出现了怎么样 因为长短料缺的问题相关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造成整个市场的供需和所谓的这些产品的报价的部分 可能在在这个部分 supplier和buyer之间他会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那所以说 不是说你想涨价 buyer就要接受 buyer如果不接受 你想涨价 也并不一定有用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要特别去注意 你要特别去注意元泰的变化 这样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元泰这家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元泰这家公司 稍微等我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元泰这家公司 各位去注意看 我们这边我们把个股点进去 然后基本面我们把它打出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所属产业 电子纸相关的对吧 然后我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我们要来去看一下他的公司互动 我们看一下公司互动这个部分 元泰这家公司对吧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的客户有哪一些 然后这个是大陆的吧 柯太讯飞嘛 柯大讯飞嘛 然后汉王科技 这个都是大陆的嘛 那本身来讲也就是策略联盟的部分 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金鸿嘛 还有群创嘛 那群创是做什么的 大家就知道了嘛 就是做面板的嘛 那金鸿 金鸿是做什么 LED驱动I7嘛 那元泰是被谁投资 元泰被华子投资 永风雨投资 他又投资了谁 转投资的金鸿嘛 所以为什么你会问我元泰 你会问我金鸿 到底应该是在这嘛 因为他们是 他们是有所谓的策略联盟相关的嘛 对不对 在这个部分策略联盟相关的金鸿嘛 那好 我们从这个部分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把他抓回来 我们把他抓回来 你看这个部分 他这边有特别写嘛 供应商 元泰的供应商有谁金鸿嘛 还有谁天狱嘛 这个都是做驱动IC的啦 好 那我们把这个拉回来看 我把这个拉回来看 这边你看清楚了之后 我们就先不去看什么财报了啦 其实应该应该大概的情况 我们可以掌握 有的时候 其实基本面真的不是绝对 我认为说最后 晋升肉搏站的时候 其实技术面是最实际的东西啊 因为他可以告诉你关键位置在哪里 关键位置是他如果价量表态突破 那就是新的一番格局出现 那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 新的行情的发动 可是当他没有发生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先比开 我的意思是这个 就像这个位置上 他没有他没有往上突破嘛 价没有突破量放出来了 价没有过怎么办 反正收黑 那表示什么 短线上卖压出现了嘛 然后呢 后面的价格再往下跌 那短线上这边不就是套了 那短线上这边套了之后 后面来到下方的支撑 那还没有来之前 还没来支撑之前 他就已经先 先做了一个小反弹 反弹上来之后 94.3的位置 如果站不上 后面就下来 那这个如果再下来的话 相对来表示什么 套的这个就更重了 知道我说的吧 这就是短线的价差 这就是短线的价差 在关键位置的时候 你如何运用我们的技术分析 在这个近身肉搏的过程当中 你如何能够掌握第一时间 不成功变成人 去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成功 那就怎么样 第一时间该出要先出一趟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等到确定来到下方支撑的关键位置 他现在是来到这里 这里你可以这一两天你观察 他有没有办法突破 有突破 当然有机会上来再挑战一次高点 但是这次再上来挑战高点 他必须要过 如果没有过我跟你讲他还是要打回 这样清楚我说的意思 当然你放心 我永远懂那一层道理 压力不一定永远是压力 支撑不一定永远是支撑 这个道理我都懂 那我也知道现在产业的状况是如何 这个我也都清楚 不过我已经说了 我说技术分析最后是最实际的 讲得再好 股价不涨有什么用 航运股不是吗 面板股不是吗 对啊 钢铁股不是吗 通通都很好啊 通通都有政策面利多啊 对吧 塞港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问题啊 嗯 7月初的时候航运股我就不做了 后面再怎么样 10月份的时候我开始做航空股啊 结果呢我还跟市场上的投资人讲说 应该要怎么样 航运股的部分货柜三雄应该要差不多 稍微调节一些出来跟着我做航空的 你看做航空之后面是不是都比较好 该解套解套该赚钱的赚钱 我们实力证明一切嘛 那现在我们再看回来 原泰现在这个地方你需要去特别注意了 这样好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金虹 你看他是不是第一次这个位置上258冲不过 有没有 短线上打回是不是就是打在前面一个高点 203.5新城支撑 然后再往上冲 这次再冲呢 一样价量的部分量上来了 可是价格呢没有突破吧 所以你为什么会问我原泰 你为什么会问我金虹到底是在这吗 我一天你问我的问题 其实我就知道你你你你算是真的很有 sens 你知道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说你是你是 你是那个所谓的 基本教育派的 你你认为说这个位置上 这个这个后面是不是 还有机会再往上突破 因为现在台股的部分 事实上台股就是在亚洲股市当中 不管你跟韩国股市比 不管你跟日经指数比 我们都相对强的嘛 而且本身来讲 现在真的这三个国家比起来的话 只有我们的货币相对是强势 表示什么 境外资金是一直进来的 虽然说外资是持续在卖 但是今天你看近期这几天外资是站在买方 可是这个地方的外资是真的是国际投行的外资 或者是从境外进来的所谓的外资 其实这当中你还是要去做一个区隔啦 但是不管怎么讲 新台币是强势的 台股相对来讲是 是在三个国家来比相对来讲 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 可是这个优势能够持续多久 国际的这个资金一直往外流的这个动作 和后期一直进来的这个资金 你如何在这当中你去 你去 你去超时拨卷 你出一个路 这当中你可能你可以从产业的角度去看面板的报价 对吧 LED驱动IC后面到底 到底他是不是能够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关卡卡过一个关卡吗 面板的报价不好 自然他就会去压怎么样驱动IC的价格吗 这个是很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驱动IC价格你想要往上报 我面板都没有办法涨价 那你你一直想往下那你还要不要我活 好 这个就是一关卡一关的问题吗 好 那所以说你从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看出来 这两只股票 看得很清楚 第一时间冲不过 量放出来架没过 打回来 就是测下方的支撑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很简单 一回的时候呢 一回来的时候 下方就是量缩嘛 量缩之后 来到这次再次做攻击 来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量又放出来 量放出来没问题 可是价格要突破啊 价格如果没有突破 那对不起啊 居然是一根长黑啊 那这一根长黑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地方今天短线上买进去的就是套了 你明后天如果说这个价格是往下跌 那这边不就是套住了 那我现在讲这一段的用意是在哪里 我在想问我的这个投资人 他就是在抉择 我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 这个我不是我 是指那个投资人哦 那个投资人他一定是在想 他有没有追高的风险 那如果说真的是有追高的风险 是不是第一时间当断折断 不理还乱 对吧 那应该怎么样去做 对自己会是最好的 你除了懂基本面 你还要懂技术面 技术面最重要最重要要教你的是什么 趋吉避凶最重要最重要要教你的是什么 如果不对第一时间危险我会跳开 如果对第一时间趋势发动前我会做买进 这个才是正确的技术分析 哦 那我们前面几天我们 给各位看到的是什么 事前分析事后交易到位 然后确实我们讲的股票 几支股票而已哦 一天一支股票哦 每一支股票党党叫做党党标 我们不是一下子50支股票 几支股票涨我们拿出来讲哦 没有哦 我们是就这几支股票 就这几支股票每每次都涨 对吧 那今天是因为投资人开始有有问这种问题了 那我很好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就今天趁这个机会我们来把 我们来把圆太我们来把金虹稍微做一个梳理 好跟各位投资朋友们把这个部分也讲一下 我们的技术分析可以开可以看涨也懂得怎么样看跌 好我们能够带投资人买在起涨往上做 我们也可以带投资人怎么样 卖在起跌点 然后呢全身而退 这个就是实际实物应用最棒的技术分析 谁在教 迥德老师在教 这样好吧 这两天好 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 圆太和金虹的后世发展 好 压不一定永远是压 撑不一定永远是撑 我认同 但是呢 在关键位置的时候如何表态 好 就是在关键位置的时候如何表态 表态不对 第一时间该跳开就跳开 表态第一时间对了 该加码就加码 这个回答应该是非常到位的 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优质节目需要各位的 踊跃的支持 推广帮我们多分享 订阅按赞多分享 认同我们跟着我们把握后面的行情 到今年年底之前好好的赚一波 然后呢能够赚一个大红包过年的 那不用客气打电话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使用这些东西